脫掉车前往国道3号远远看见 一辆银色旧车停在路间 开启双黄灯等待救援 立刻进行脱掉 没多久另一名脱掉业者斗场 发现声音被抢 进持铁棍不断挥舞 做事要打人威胁对方与车主 事发在国道3号苗栗院里路段 民众的车辆故障后 等待1968派遣脱掉车前来救援 没想到等待脱困的用路人 先后等到两名脱掉业者 延伸出持棍争抢生意的火爆场面 下车之后就拿铁棍 就路骂说车子给我放下来 不然看你要怎样 那他询问车主 车主说他要给我 给我的司机脱 我司机这边也已经报案了 他恐怕威胁嘛 以免他后续又有什么动作 国道脱掉业者抢生意情况 其实屡见不鲜 这种情形说真的常发生 1968都会说出钱的最大脱图决定 为了谋生啦 现在脱掉车不好做 平常就很激烈 比年节期间会更加激烈 有的也是就连半夜都附在车道下面 脱掉车排除事故或障碍 业者以先到先处理作为潜规则 没想到延伸先来后到 争抢生意的口角纠纷 或许退一步有话好说 三雄黄问者 谢云珍